花莲市公所27号在美轮大饭店举办113年度父亲节的表扬大会 总共有46人是获奖表扬 那么市长魏家宴到场为父亲们表达祝福 肯定他们对家庭以及社会的贡献 也期盼借由公开的表扬活动来鼓励子女及时的行校 大声说出对爸爸的爱以及感恩 花莲市113年度父亲节表扬活动 星期六上午盛达登场 共有46人获奖表扬 市公所今年特别为爸爸们准备了绅士帽和墨镜 打造父亲们的帅库形象 市长魏家宴和多位县议员及市民代表都到场 为父亲代表们献上祝福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在爸爸节的前夕 花莲市公所举办了我们父亲节的表扬 那我想今年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的爸爸 那花莲遇到了强症跟风灾 那真的谢谢我们每一位爸爸保护我们所有的家庭 那我在这边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公所所有的同仁 那其实在我们凯云台风的这个之际 大家还是在不管在街道上或是在公园里面 持续的为花莲市打拼 那为我们花莲市的一个市容 恢复那个我们以往的一个容貌 那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爸爸们 大家都辛苦了 最后有祝福大家 所有的爸爸们 父亲节一定要快乐 一定要幸福 一定要平安 表扬大会首先由国御礼富安珍爱舞动班 带来精彩舞蹈为活动揭开序幕 接下来是由市长魏佳燕 亲自颁发扁额表扬了 青年度各礼各部落推荐的46位 父亲代表 现场包括了世代会主席李政伟 副主席黄达翔 市民代表肖明龙 平岛布定 还有先议员魏佳贤 张美惠吴东升 杨黄美韩凌梅 以及各礼里长各部落头目都到场致议 活动中场还安排了KISS舞团 带来精彩表演 现场气氛欢乐和谐 市长魏佳燕出了祝福 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也呼吁子女们要经常对父亲表达关怀 让辛苦奉献一生的爸爸们 能够感受到爱与温暖 戒律会幻视报导